你知道男生哪裡最熱嗎? XX那裡 你可以放在那邊加熱一下 但拿出來會很臭就是了 而且上次我還要洗手 讓水沖出他手指一截到一截飯之間 兩截沒辦法 會死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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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台南 我真的超討厭冬天 今天就來分享幾個冬天最痛苦的瞬間 No.1 脫衣服 冬天脫衣服是沒辦法隨便脫的 你一定要下定決心才有辦法 尤其是洗澡 你要全部脫光 你一定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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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定要好幾件一起脫 長痛不如短痛 這樣做最好一點就是 你在穿衣服的時候 可以好幾件一起穿 你穿進去 防禦力瞬間回身 爽 而且你睡覺穿的那件內衣 一定要可以隔天出門穿的是同一件 經過一個晚上充分加熱的 不然隔天你換新的 一定會超冰超常死 而第二件第三件衣服 也一定要給吹風機吹過 整條袖子 鼓鼓的都是熱風 跟李玉琪一樣 但如果你每件衣服都長袖的話 你穿進去 你裡面的件一定會 在後面 所以你一定要使出這個大絕招 用手指壓住衣服 然後穿進去 我跟妳講 這大絕招 我竟然高中才撥手出來 我之前穿衣服 都要怎麼拉半天 損得要命 而且我發現這個大絕招的時候 我還覺得自己很厲害 好像發現什麼秘密一樣 欸 算了我不跟你講 不跟你講 壞一般其實大家都知道 而除了衣服還有褲子 你穿衣服還有內衣 但你穿褲子 整條腿都是裸的 冰到不行 尤其是牛仔褲 我還有聽說一個 我聽說女生穿內衣 撥內衣的時候也超冷 這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本來我也是沒撥過 但我估計有一點是相同的 奶頭會變超硬 冬天一到 那奶頭整個硬到不行 不小心回到 還會有種被刮到的感覺 而且好像還會變敏感 那一碰到 No.2 洗澡 在你經歷完脫衣服的痛苦之後 馬上就要來洗澡了 而第一個要注意的是 你不要馬上就沖 因為通常熱水要等一下 你直接沖你會死 你要先沖手或先沖腳 確診好溫度之後 才能沖身體 在你確診好之後 你要做的 就只剩下把熱水開到最大 電費高到爆炸 先沖它一個半小時 讓你慢慢思考你的無聊人生 而當你想出完這舒服的半小時之後 最恐怖的來了 你要關水了 這個決心 你要下的筆推薄的時候 用力好幾倍才關得下去 大概跟復仇者最後 鋼鐵要彈指下的決心差不多 讓我死吧! 更恐怖的是 你擦身體的毛巾 在中間還很容易不乾 那擦下去 冷上加冷 而且如果你的浴室沒有浴室拖 你的腳底板就會直接碰到地板 冷上加冷再加冷 或者你不想這樣 你應該用你腳的大拇指 冰出一個不要碰到地板的空間 可以 會比較不冷 但會很滑 你隨手可能會疊死 我建議不要 趕快擦乾脆亂頭髮才是上側 亦或是 你可以直接不洗頭 不洗澡 那是上上之策 No.3 怪病殘身 手腳冰冷鼻子過敏 全身又乾又癢 每天起床你冷得要命的 你要拿出動機吹腳 威脅洗鼻涕 全身磨乳液 如果不磨乳液的話 除了超乾以外 你還會放電 好像什麼閃電鳥 是閃電鳥 閃電 閃電 而且 冬天撞到東西 還會特別痛 不知道為什麼 最恐怖的是 還有指甲小肉肉 那個摩托車手套一戴進去 呀~~~~~ No.4 上廁所 尤其是上大號 那褲子一脫 男方直接灌進來 男生就叫冰棒 女生就叫空穴來風 那馬桶一錯 哇 那屁股直接凍傷 那冰到你會覺得 哇 幹我 我這屁股在幫你用 我可能要換一個了 而且上次我還要洗手 撇除他現在不洗手的胎口郎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打開手籠頭 手指收容 並且緩慢的靠近 讓水沖刷手指一截到一截半之間 兩截沒辦法 會死 但如果你不信 洗了兩截以上 你的手冷得要命 沒關係 你就找一個你朋友 從他的背後偷襲 用你的寒玉冰掌 從脖子一路戳進他的背 毀滅有型的效果齊佳 但如果你沒朋友 還是有些比較和緩的方式 例如你可以把你的手 放在你的屁股底下 那你最熱 又或者你是男生 我推薦一個更屌的 你知道男生哪裡最熱嗎 雞雞那裡 你可以放在那邊加熱一下 但拿出來會很臭就是了 5.起床 冬天的床超恐怖 你完全脫離不了它 全身上下都被牢牢吸住 沒辦法起床 而且它棉被一蓋 你的時空旅行就開始了 滑個手機 不想是不見了 再滑一個小時就沒了 此時你起床已經維持已晚 而且冬天的棉被 有很多點的問題 例如你會用手一直拉棉被的上面 或者用腳一直踢棉被的下面 這樣你的棉被上面就會越來越薄 下面就會越來越厚 這樣你就會越來越冷 還有一個問題 由於你的棉被已經集中在下半步了 而你的腳又是凸的 你的腳會把厚厚的棉被撐起一個空間 導致冷風直接衝進來 超級不爽 棉被又很重 你的腳尖會一直受力 壓力很大 你又不能這樣子 或這樣子 都很不舒服 所以你知道我大面前起床 拉著你棉被下面的兩端 台語叫清清 我真的把他國語叫什麼 而棉被給你這樣清清 本來好不容易積屑的熱量 全都沒了 你又要重新熱他一遍 但這都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當你已經暖好了背 想完了你的無聊人生 嘴邊要睡時 你突然隱隱的感覺到 看 或是你想尿尿 而且這感覺 你只要被有人發現了 你就再也忽視不了 他會在你心裡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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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開始掙扎 看 我到底要不要去尿尿啊 還是我待會就睡得著 不 你睡不著的 你終究還是要尿的 所以我在這邊教你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棉被 拉出你身體可以過去的最小洞 把冷凍傷害降到最低 然後慢慢的側身過去 然後做一個wave 穿下去 你千萬不要給我降起來喔 這樣整個就毀了 你待會又要再熱他一遍 好了 你現在下床了 接著你就要尿尿了 這邊你各位聽清楚了 尤其是男生 女生也可以聽 因為你一定不知道 由於冬天很冷 男生尿尿的地方會講 縮起來 台語叫縮起來 夏天是這樣 冬天就變這樣 化身成一個小茶壺 至於女生尿尿會不會這樣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本來我也是沒看過 可能改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們回歸正題 我們回到小茶壺 平常正常時候 它是比較好掌握的 因為你可以直接握住 但它現在已經化身小茶壺 這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你會不知道握哪裡 導致你可能用提的 或用捧的 看個人習慣 再加上你又剛起床 無心媽的 摸摸糊糊 所以你會有一瞬間找不到他 沒關係 花點時間 你還是找得到 但找到之後 更麻煩的是瞄準以及發射 大家都知道 一把槍的槍管越長 它可以射得越準 而且越遠 但冬天 你偏偏就沒那槍管 你真的會很容易 亂噴 然後噴到手 噴到腳 噴到內褲 還沒完 最恐怖的來了 你冬天起床尿尿 你絕對不會洗手 你 對對對 就是你 在看影片的你 你冬天起床尿尿尿會洗手嗎? 嗯? 嗯? 我是不信啦 嗯? 楠楠 你 除了還沒訂閱